最近我一直在验证一些网上流传着的非常神奇的视频 比如说柠檬皮的汁水可以让气球爆炸 再比如说便宜的铁锅持续加热之后也可以变成不粘锅 那今天我们再来验证一个 据说呢我们只要拿一只记号笔在这个纸上画一个圈 然后蚂蚁在里面就永远爬不出来了 这是真的画地为牢啊 为了验证真伪呢我就跑到楼下去抓蚂蚁 但是我发现好像平时唾手可得的蚂蚁 你想去抓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 无奈之下只能求助淘宝 这年头连蚂蚁都要网购了 不过这个蚂蚁发货竟然发了四个天 我都不知道它们还活着没有 活着没活着没 还在动 但是我感觉它们好像不是那么的活跃了 好像是奄奄一息的感觉了 不过这个蚂蚁是真的打呀 那我们就用这个蚂蚁来实验一下 会不会真的是画地为牢呢 小心翼翼的把它剪开 不要全部跑出来了 出来一只死的一只活的 这个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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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都是活的 跑出来三个吧 跑了一个跑了第二个 跑跑了就让你跑 还是回来吧 没有用啊 没用吗 挡不住它呀 画个圈 能出得来吗 看来真的得画圈了 别出来 别出来 给个面子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蚂蚁已经 非常的筋疲力尽了 这个爬的好吃力呀 再画个小圈 这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啊 话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之前那个不粘锅虽然有点翻车 但是至少成功了一半是吧 这个是完全翻车啊 也许是笔的原因 所以我们换一只笔 换了一只细一点的记号笔 出来了一只比较瘦小的 而且这个伸手明显比较敏捷啊 试一下啊 停 画个圈 给你画个大一点的圈 舒服一点 给个面子啊 一二三开始 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实验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失败的 但是呢这个视频如果这样结束的话 是不是太水了 所以我打算转换一下思路 是要把这个蚂蚁画地为牢的实验给它做成功 我看网上的视频 蚂蚁是因为讨厌这个笔里面的气味 所以就绕着它走 所以呢 你画个圈 它就会在里面来回转转转就跑不出来 它一碰到这个有气味的地方 它就会回头 可能我使用的两只记号笔 它的气味都不足够 所以我打算用张的丸来代替 就是这个位 回头 回头 直接画个圈吧 看它能不能走出一个圈啊 看它能不能走出一个圈啊 兄弟这可是张老丸啊 给点面子啊 现在的问题是 不仅我用张老丸画的圈它不怕 它连张老丸本身都不怕 走吧 我对不起大家 大家再见 我为什么不怕 我为什么不怕 我们得说 可以来 我为什么不怕 我为什么不怕 你们 realmente不是 我们不怕 我现在的